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陈锋坚决要娶 她和自己妈妈各种闹腾 各种坚持 最后没办法 王岚婆婆勉强同意让这个儿媳妇进了门 自然是没有彩礼 连谈婚论嫁都是板着一张脸 幸好王岚父母只求女儿能够幸福 也没有去较真这个彩礼和未来亲家的态度 这场婚事算是完成了 本来王岚以为就算婆婆不喜欢自己 但已经结婚了 那应该也就接受了 但很可惜 结婚后不久 她就意识到想简单了 婆婆对自己是不冷不热 有时候甚至当自己是透明 在外面遇上 要是婆婆身边有人 她就会故意躲开走 当没看见 姨父不承认这个儿媳妇的姿态 王岚这个时候虽然委屈 但还是相信将心比心 相信只要自己一直付出 一直对婆婆好 婆婆会对自己改观 于是王岚尽可能承担了家里的家务 让婆婆能多休息 虽然换来婆婆在左邻右舍面前一句 那是她上赶着要做 我也没办法 我还没嫌弃她没做好呢 王岚还隔三差五 给婆婆买她喜欢吃的水果 一年下来 衣服也买了不下十几套 可是真的没有得到一个笑脸 可以说 没有当面埋态她 已经算是最好的回应了 更搞笑的是 结婚后算是一个小家庭了 所以人情往来的时候 王岚和陈峰是要单独出一份人情的 这一年中 王岚遇上婆家这便亲戚五次需要人情往来的酒席 她每次都出了钱 但四次都是婆婆带着给了亲戚 一点都没有喊她一起去的意思 剩下这一次是对方亲自来接 王岚正好在家 婆婆实在没发编理由了 只能是一起去了 但在喜宴上 本来应该坐在一起的两人隔开了老远 连王岚喊她 婆婆都当没听见 身边知道的亲戚指指点点 让王岚很尴尬 王岚后来知道 婆婆一直不愿意带着她和亲戚见面 或者说在一块吃饭 还是因为觉得王岚登不上台面 长相寒酸 给自己丢脸了 时间长了 王岚开始心寒 也开始意识到 不喜欢你的人 做再多其实也没用 婆婆这颗心 她做再多 做再好 都五不热 从始至终 婆婆对她的看法都不曾改变过 儿媳妇配不上自己儿子 也不配进这个家门 王岚也曾和陈锋委婉提过 但陈锋工作忙 也可能是生米煮成了熟饭 她不愿意再去花心思 考虑王岚的感受 她面对妻子的抱怨 总是说不要斤斤计较 对长辈要隐忍 她婚前的承诺 随着婚礼的结束都消失了 也可能这一点感情 都在非她不娶的时候用光了 总之 婚后的陈锋 完全没有去经营自己的婚姻 没有维护两人之间的感情 甚至在出现婆媳矛盾的时候 不分清胡造白 直接站在母亲这一边 婚后一年半 王岚怀孕了 因为肚子里的孩子 她压下了离婚的念头 她想着 为了孩子 也为了当初恋爱时的甜蜜 她愿意再给这段婚姻一个机会 但可惜 陈锋没有珍惜 婆婆自然也不以为然 甚至觉得儿媳妇高攀了 不管自己怎么对待儿媳妇 儿媳妇都不会有离开的念头 怀孕后 王岚身体不是很好 但婆婆不愿意照顾 不是说自己也身体不好 就是说不知道怎么照顾 哪里有亲生母亲照顾 这么妥贴细致呀 话里话外 就是希望王岚回娘家养胎 给婆嫁省钱省心 陈锋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也附和自己母亲说 我工作也忙 没时间精力照顾你 我妈妈也不会照顾人 叫么 你就回娘家好了 王岚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 沉默了一会儿 同意了 第二天 娘家爸妈过来带走了王岚 从这以后婆婆没有一个电话 也不曾去亲家家里 看过怀孕待产的儿媳妇 陈锋倒是去过好几次 但去了也是增加负担 因为她一点忙都不帮 婆婆不出力 不出钱也就算了 陈锋也这样 王岚到底是死心了 更别提 她生下女儿后 婆婆一见是个女儿 各种不高兴 一个字说 自己最近身体不好 没法照顾月子 让王岚回娘家 王岚什么都没说 一声不响 出院后就跟着父母 回了娘家 就这样 一直到孩子一岁 婆婆忽然要求 儿子去接儿媳妇母子回来 陈锋纳闷 问自己母亲说 你不是一直很骄傲 和左林右舍说 自己儿子有本事 娶媳妇不花钱 现在养孩子 也不用花钱 为啥现在又要接回来了 母亲一通诉说 陈锋才知道 原来一年前 她妈妈就知道了 身边亲戚也好 左林右舍也好 谁家儿媳妇 都没有王岚 这么孝顺听话懂事 虽然她嘴巴上 还是不肯承认 但心中 已经认可 这个儿媳妇了 当初坐月子 不肯接回婆家 只是为了 再压一压 儿媳妇的脾气而已 但后来 她没能把老婆孩子 接回来 因为王岚提了离婚 王岚说 太忙了 一直没有提离婚 现在你既然来了 那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知道儿媳妇 要和儿子离婚 而且没有转环的余地 婆婆表情僵硬 后悔万分 而王岚 说了自己内心 所有委屈之后 陈锋也终于意识到 结婚后 自己真的完全忽视妻子的感受 置他于不顾 所以 妻子才会在婚姻中 越来越心寒 要知道 男人要是在婚姻中 抱着生米 煮成熟饭的想法 忽视了自己的责任 面对婆媳矛盾 不是祸悉尼 就是不分青胡皂白 护着婆婆 让妻子 在这个家庭 完全没有说话的余地 感受不到尊重 也没有快乐 这么一段 毫无幸福感的婚姻 妻子又如何 能一直有信心维系呢 时间久了 心死了 离婚 也不是不可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